不同以往文史工作者 用导览或是课堂教学方式 社区文史景点全收集在App里 我们是用既有的APP软体 然后大概花了将近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 实际闯关的活动 我们把原本要让孩子们 认识的那些地方文史的点 全部变成APP里面的题目 孩子们就可以拿着手机 然后到指定地点 然后去认识那些的文史回答问题 题目在这个 学生就会看到这个 请在枫林工厂寻找 这是谁的房子 地方文史转换成手机 实际闯关游戏 学生从被动变成主动学习 你会拿着手机 然后跟AI对话 然后就是你过一关之后 然后他会给你 直接下一关的题目 然后他就会很兴奋 很刺激 不用像在教室这么压抑 就是比较开放 用这个方式去了解大树的文化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找答案 整个社区就像学生的大教室 每一条巷弄甚至凤梨田 都是活生生的教材 我们更知道说出去啊 要有团体的活动嘛 所以要团结在一起 有目吗 对 有目 透过实地探索解密 学生更了解 所处社区的历史与人文 对家乡情感更浓厚 大爱新闻学林 香红树 高雄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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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